杨阳2018年新剧大家纷纷称赞,良心好剧长相思呼声最高。 杨阳近年出演的影视剧还是可很多的,杨阳一出场,多少人败倒在了杨阳的颜值之下,对于粉丝来说,追爱豆的最好表现就是对作品的大力支持啦。杨阳2018年又将会有哪些新剧播出呢? 舞动乾坤是由深蓝影业、优酷视频、北京世纪伙伴文化、岳凯影视、岳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装玄幻武侠剧,由张黎迟岛、杨阳、索孝坤、董晴、杨浩宇、冯俊熙等联媚主演。 真情与热血,他在逆境中修的至尊武学,战胜坚硬邪恶,最后成为就是英雄的传奇故事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杨阳首次挑战从少年到中年的跨度表演,无论是少年的活力与热血,还是中后期的成熟与历练,杨阳都展示出了立体鲜明的英姿魅力。 全职高手讲述了一位网游大神叶修在经历挫败后重回巅峰,获得最高荣誉故事。 在这一路的奋斗旅程中逐渐找回自我的状态,和女主齐心协力,成为了最搭拍档的故事。 此前动漫的播出就引爆了网络,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,大家纷纷称赞,良心好聚。 对于这次改编成电视剧,大家也是纷纷表示了期待。 故事的男主角叶修,杨阳是,是个不修蝙蝠,略显颓废的人。 由梦幻新生园出品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曝光首款概念版海报,下半年正式启动开拍,现阶段还在选角,究竟由谁来出演你心目中的小妖和香柳呢? 目前网上呼声最高的当属当红鲜肉和花蛋洋洋,李一峰还有赵丽颖。 该剧讲述的是吃由与西凌横的女儿小妖,和世代经商的涂山世家的公子涂山景,神农一军将领孝柳,自小分离的表格专须几人之间的恩怨情仇,普就一曲荡气回肠的相思曲。 旋风少女第三季是根据明小妻同名小说改编,是一部现代青春励志剧。 旋风少女讲述的是发生在跆拳会馆中少男少女们的青春爱情故事,是名小妻原创中极具人气的作品,因而小说真人话,将拍摄成影视作品的消息一出便引发了众多书迷们的热烈。 讨讨论,其中演员阵容当属大众最关心的问题。 而第一季最终确定由洋洋出演也符合了大部分书迷们的要求,若白的梅青木浪完美演绎,给广大书迷及观众带来了热血,青春的感受,深的观众满意。 你和我的青春时光于2017年8月份左右开拍,由北京光彩影业传媒有限公司出品,导演周林浩,编剧继安,该剧改编自丁墨的童宁小说,杨洋在该剧中饰演富二代总裁丽智诚,赵丽颖饰演刚出校门,创业碰壁的都市白领林浅。 这部电视剧最具特色的要数剧情中血雨腥风的商战,一个处处忙碌的富二代,慢慢在各种困难中成长,在红颜知己的辅助下逐渐成为翻手未云复首未雨的商界大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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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